明朝最魔幻的葬礼 而在封沙的尽头有着一条大鱼 谁吃到这条鱼谁就是英雄 眼看着历史铺头盖脸砸过来 蓝玉心中难免有些激动 汉朝的魏清获取病 唐朝的李靖仿佛在这一刻灵魂附体 在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月黑雁飞高 蝉鱼夜顿逃 玉江清济竹 大雪满宫刀 此次若是把北渊一举端了 蓝玉两字也将在这片漠北留下不适的威名 冲吧蓝玉 去追逐伟大吧 目标捕鱼儿海任务杀人 距离目的第四十里不见人烟 工业未成 怎能打退堂谷 到达捕鱼儿海四下无人 鱼儿的踪迹在东北方铭记贤尾 杀了过去 大风阳沙 目不可见 真是天助我也 这些蛮人以为明军不熟悉水源的位置 不敢深入 一点防备都没有 这就是不读书的下场 你但凡读点春秋鬼谷子孙子兵法什么的 死的可能就是蓝某人了 当第一个骑兵出现带着高高的人头 援军正准备向北撤走 派位蛮子抵抗了一会儿 然后被当场杀了 任务完成度加一 太师哈斯章的大营在十几天之后被迫 中央进军的头头 只是功劳部上一个有名有姓之人 拖音铁木耳 地方主力 土鸡娃狗啊 北渊吴王 一个稍微大点的鱼 可惜最大的鱼儿带着他的太子跑走了 留下他的后妃和子民 不过无伤大雅 七万七千多的俘虏 四万七千匹战马 四千八百四十头骆驼 十一万二千四百五十二头牛羊 三千余辆各式车辆 蓝玉下令俘虏脱下盔甲 堆成一个又一个小山 然后放火焚烧 蒙古铁骑的威名也在这滔天的火焰之中 飞灰烟灭 北渊完了就像匈奴 就像突厥 卫青 李静 蓝玉放在一起多么顺眼 所以当他北征回归之时 半夜敲击洗风口的城门 官吏没有及时开门 他直接纵兵破关而入 北渊都在我的脚下 小小关爱竟敢阻我 蓝玉显然没有把很多东西放在眼里 骄兵傲将 大摇大摆进了城 水叫得越来越响 离烧开就不远了 朱元璋心里想着另一番伟大 他的眼前掠过一个又一个 灰红又长命的王朝 大汉的豪迈 大唐的繁华 大宋 小宋的富饶 这是每个开国皇帝最深的野望 一世 然后二世 二世 然后三世 世世不节 乃至万世 万世一系 千秋万代 老朱何许人也 一个真正来自底层的皇帝 昭为田舍郎 目登天子堂 他以不一而均临天下 从社会最底层而跃居其顶尖 本该是傲视皮拟的强者 可其内心 对此总是觉得意外与恍 无微时为中为民盲 虽遭乱寄身行间 既已语惑 不亦今日至此 无可平视的世家 总使他有一种淡淡的自卑 这几乎成了他的心魔 人哪 越缺什么 就越喜欢讲什么 尽管朱元璋一再仿佛不在意的宣称 朕本怀又不一 匹夫 农夫云云 但你可曾见过别人说过此话 还能有个好下场的 因此 朱元璋势必公亲 凡是朝廷内外的大事小事 都要亲自过问 除了阅读 奏书 批示公文之外 还常常微服私访 亲自考察 了解实情 他之所以不辞辛苦的这样干 一是防止大权旁落 二是他不放心下属官吏 他就像是一个魁梧角色 又显露老太的民农 手里拿着带血的铁叉 浑浊的双眼一刻不停地盯着朱家这块地 西边冒出一只野猪 哼 原来是宰相胡威庸 一叉子下去捅出一个造反集团 东边出来一个黄鼠狼 跳 护部侍郎 郭桓 又一叉子下去 捅出一个贪污团伙 南边飞来一群苍蝇 都是些欺上瞒下的害虫 又一叉子下去 捅出一个空印案 插到之处 屡兴大狱 株连之人 成千上万 勤奋 忧虑 猜忌 弥犬 尸杀 老猪对他的这块地 已经达到了偏执狂般的地步 恨不能每一寸土地上 爬着多少只虫子 都规划好 而不容许别人的插手 市农工商军 每个苗都待在自己的区域 不许交头接耳 官僚们好好听话 别搞那些小动作 你看 那勇士不朽 可比汉唐的伟业 不就成了 朱元璋紧盯着任何出现在 自家庄园上的动静 不曾一丝丝放松 勇士不朽的第二步 自然是系在下一任皇帝身上 太子朱镖 小朱十岁做世子 十三岁做皇太子 二十二岁监国治政 怎么说呢 他的人生道路 比飞机场还要平坦 比德福还要丝滑 他自幼随大如宋连学习 就这样还不嫌够 老爹几乎把一起扛过枪的兄弟 都拉进了东宫辅导名单里 先来简单报个菜名 李善长 徐达 常玉川 冯胜 吴美 廖永忠 李博生 赵雅 王博 杨宪 赴桓 康茂财 张兴祖 顾石 孙兴祖 吴真 耿炳文 邓玉 汤河 刘姬 张义 文元吉 返贤祖 不认识名字不要紧 你只要知道 他们的脑门上写着四个大字 位高权重 这不仅仅是在交售小猪 更是在给小猪打减人脉 在这个长长的名单里 开国武将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这就是一套无敌的班子 哪怕老爹哪一天嗝屁了 地狱里的陈有亮 张世成再杀出来 朱镖也能轻轻松松拥对 世上最大的道理也大不过拳头 这点老猪不会想不到 所以啊 老猪还给小猪留下了几把枪 首先 小猪与长玉春之女长氏结婚 长玉春 位列开国功臣第二 妻子长茂长生 都是领过兵的将军 可以说长氏家族 在军中的地位无人可撼动 这是一杆老强 其次 蓝玉的姐姐是长玉春的妻子 也就是太子妃的生母 横扫北园的大将军蓝玉 就是小猪亲爱的舅舅 这是一杆心强 双枪在手 天下我有 不知道这里 老猪终于可以大声对小猪说 看 这是朕给你打下的江山 这江山永世不朽的重任 就快要到你身上了 美中不足的是 有一杆枪特别的桀骜 正是咱们冲冠而入的蓝玉 自从蓝玉感受到此生的伟大之后 便日渐肆意娇横 不仅续养了许多庄奴役子 还强占东昌明田 被御事查问 他也不放在眼里 我是太子舅舅 又是征战沙场的大将军 你算什么东西 当初朱元璋本御封蓝玉 为梁国公 因其太过嚣张 便将梁字改为梁 并命人将那些过失科与铁券之上 事实证明 一心作死的人 就像必然到来的星期一 你是拦不住的 蓝玉西征返回后 被封为太子太父 蓝玉不愿畏惧人下说 我难道不能做太师吗 大明允许这么牛逼的人存在吗 看在儿子的份上 讨诛审了 人算不如天算 红武二十五年 明朝政坛落下了一颗核弹 珠标并逝 历史的一个小小偶然 有些人的梦碎了 年近七十的朱元璋 感到无比的疲惫和挫败 心肺有教 只得听天 唯愿见证此心 扶其子孙 很难想象 一生要强的爸爸 会说下这样的话 朱元璋是谁 是要圣天扮子的男人短暂的伤痛之后 他看着年幼的皇太孙 又看了看那群魁梧的武人 有些想法开始酝酿 这些人都是留给太子的 现在太子死了 还有我老朱可以镇住 如果老朱再死了 这群人不就是那些史书里拳打皇帝 脚踩忠臣的外戚 这些人里面 有一个身影还偏偏傲然孤立 是那么的显眼 不就是咱们亲爱的舅舅 蓝玉大人吗 大明啊 不允许这么牛逼的人存在 红武26年2月 锦衣为指挥奖还告发蓝玉谋反 2月8日蓝玉被捕 2月10日处斩 纵横墨北的蓝玉 啥一言都没有留下 就像是一个破垃圾 被扫进了垃圾桶 然后就是全国范围内 搜捕蓝党 势如疾风咒语 日夜捕杀 在众多供词中 短短20天内 一共有600余人 多次进出蓝玉家中 平均算下来 这位大将军一天要好酒好菜 招待七八十人 他们相互不碰面 却都在商讨一件大事 造反 比如一个名叫蒋父的人 说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 在酒席间 蓝玉说 老蒋 你是我的旧人 有句话要跟你交代 如今我要谋大事 已经和众头目商量好了 要手下的时候 你就过来 日后一定抬举你 这个蒋父是谁呢 蓝玉家打鱼的网 呼 又一个张仁孙 也是同样的蓝玉出征归来 请他喝酒 在酒席间蓝玉要他置办武器 若是大事可成 必定给他一个大官做 这个张仁孙 原来只是一个染将 这般供词实在是破洞百出 一个半月后 逆尘路颁布天下 熟练的 有点不像话 名列逆尘者 一公 十三侯 二伯 仔细一瞅 大都是猪标的五人班子 可怜的蓝玉 但凡再多读点史记 汉书什么的 看看那些拥兵一方的外戚的故事 也就不会这么嚣张了 老朱一番操作 回头一看 开国功臣们差不多死光了 至少可保皇太孙的平安 只要自家不起内讧 明太祖实录 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蓝玉私下对太子说 殿下觉得陛下最爱哪个儿子 太子说 侮辱燕王 蓝玉趁机说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观察燕王朱棣 在他的封地 得到了军民的归心 大家都说 他有君王的气度 我找过人 忘过他的气 有天子气象 殿下一定要小心 因为明太祖实录 是永乐朝主持修订的 这故事没有多少真实之处 但也可以看出 太子与朱棣之间尴尬的关系 若是太子不死 蓝玉多半不会扶朱 蓝玉若是不死 开国武将们还会遭到清洗吗 蓝玉若是不死 朱棣是否还能夺取天下呢 蓝玉若是不死 明朝会成为第二个 外戏专权的东汉吗 这就是历史的可爱之处 历史大事如大江大河 浩浩荡荡荡 仔细一看 充满了偶然与不确定性 就像是一个又一个连衣 或左或右 遥遥百百 活在其中的人们 怎么知道 下一波浪潮 从哪里拍来 就是王谢唐乾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只有时间才能给出打